你愿意跟我跳支舞吗 不好意思 她今晚只能跟我跳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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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我遇见你 美丽的脸孔 美丽的脸孔 眼神中 有种梅惑从空闪烁 可以给我答复了吗 俊云轩 没关系 放松 没关系的 雨萱 雨萱 这件好像也还可以吗 这 这个不适合你 你干什么呀吓我一跳 神出鬼魔的 再说 这个怎么不适合我了 我觉得我的身材也 这 还可以吗 穿那个 那个适合你 这个 会不会有点 太保守了 你还不相信我的眼光 相信相信 那 就这件了 喂 好的 我知道了 你里边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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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总 真的拜托您了 顾总真的不是有意毁约的 他实在是因为家里出了事情 不得已才离开的 所以求求您了 让我见董事长一面吧 董事长说话向来不为收回 没想到这次竟然为顾是 破天荒违反自己的原则 您的意思是 董事长同意合作了 这我就不敢肯定了 还是徐小姐亲自问董事长吧 好的 谢谢汪总 谢谢您 请 请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董事长在听 董事长 谢谢您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我这次来 就是想要告诉您 顾总对已遇原林有着绝对的重视 这次毁约 是因为有人不想让他签约 所以在半路绑走了他的妹妹 请您放心 我说的话绝对没有半句假话 因为我也被绑走了 我在车上还给顾总打了电话 虽然 我现在手机丢了 不过您可以派人去查我的通话记录 再看看顾总是什么时候走的 这一切就都清楚了 董事长 顾总真的不是对您和已遇原林不重视 而是因为怕我们的人生安全受到威胁 他做这样有情有义的事情 难道是错的吗 换句话说 董事长 您难道真的愿意和一个不顾及自己妹妹 和员工生命安全而只顾着生意的人签约吗 这样的人又真的值得相信吗 所以拜托您了 董事长 请再给顾时一次机会吧 徐朱林 你这么一直弯着腰也受不了啊 别撑着了 要么先回去 有什么消息 我再通知你 徐朱林 徐朱林 看来董事长有话吩咐我 你先去门外等我吧 请 我 孟总 徐朱林 成了 真的 董事长说了 你回去告诉顾总 明天重新签约 好的好的 哦 对了 董事长还交代了 明天签约 你得在 我 对 就是你 寻助理宿成签约功不可没 你赶紧回去告诉顾总 这个好消息吧 好的 谢谢王总 谢谢您 老板 我回来了 我有礼物要送给你 什么礼物啊 给 给 哇 最新款的 你给我买的 公司买的 你没有手机 我怎么联系你啊 谢谢老板 那 作为回礼 我也要送给你一个礼物 什么 以预远林的项目 那位神秘的董事长 同意签约了 什么 干嘛这么震惊啊 作为你的助理 我也不单单只会开车 还是有两码刷子的好吗 萱萱 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说过的 只要你一直坚持下去 我就会一直留在你身边 谢谢你 顾总 王总 之前在酒店看到您和寻助理那关系 我当时还以为您也就是单纯的爱美人 可昨天寻助理那番做菜 倒是很有骨气和魄力 我可算知道 您怎么对他恋爱有加了 作为男人 我不得不说 您可是真有福气 王总 王总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那天在酒店呢 其实 他 其实是我的未婚妻 好好好 那 顾总 请 老板 你刚刚说的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呀 不那么说 那天在酒店的场景怎么解释啊 还能让他误会 我们有不正当关系 我这么说可是为了你的清白着想 那你这样说 我不就更没有清白了吗 怎么 你还不乐意 我的清白不也没有了吗 哎呀 无用害羞 年轻人嘛 我懂 行了 董事长就在上面 他想在签安之前单独见你们 我暂时就不进去了 二位 请 董事长您好 我们顾总到了 白斌 怎么是你 顾总您好 上次一别 我真心地祝你能顺利地拿下 已遇原林的项目 恭喜你 如愿已成 顾总请坐 白斌 哦不 白董事长 您之前是来体验生活的吗 宇轩 我们还是朋友 你像往常一样 叫我白斌吧 顾总不用多虑 我没有什么阴谋 也没有窃取公司的机密 更不会做出什么 危害公司集团的事情 毕竟我是一个正经的商人 唐彤董事长 何必去遵降贵 做我的助理 只是因为一些个人私事 与顾市集团绝对无关 白斌 你怎么不早说是你 昨天吓得我腿都软了 这不会是你给我们的考验吧 算是吧 我只是没有想到 堂堂顾总 会派你这个小助理 来帮他冲去最后的机会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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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我昨天是自己要来的 顾总这个人呢 你也知道 他绝对不会自己多解释半句的 哪怕不是他的错 他都不会多说一句话 而且我作为他的助理 又知道事实的真相 我是自然要替他解释清楚的 这样说 我错怪郭总了 向你道歉 白总不必如此 是我毁约在先 怨不得别人 既然大家都是熟人 那这个签约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吗 当然 雨萱 你先等我一下 我有事跟白总商量 知道了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如果你今天不给我个满意答复的话 我是不会签约的 顾总不必那么激动 我只是希望雨萱开心罢了 不过 请你不要拒绝签约 要是雨萱知道 她一番努力白费的话 应该会很伤心难过吧 我想你和我 都不想看到她伤心难过的样子 你说呢 顾总 或许多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应该会很高的 老板 咱们都签约成功了 你怎么看着不太开心呀 有吗 没有啊 别担心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要不然 咱们晚上去庆祝庆祝 直接海鲜大餐 我将让慧心怎么样 我看庆祝是次要 主要是想让我去买单吧 知我者老板也 不过反正你都说了 要给我报销的嘛 不如现吃现报吧 好吗 行吧 谢谢老板 请老板 哎呀 什么 你说白冰是 以原力的幕后老板 嗯 吃惊吧 我当时的表情跟你一样 顾艳成嘛 是故事集团的CEO 背靠百年 不 得是千年历史的雕刻师家 自己又有一身雕刻本事 随便雕刻一个小东西 都价值上百万 关键是吧 这颜值 一个字 帅 白冰嘛 一遇原林背后的大老板 听说市中心新开的商场 还有一个新开的别墅区楼盘 都是他投资的 身价 也是不菲 而且他这颜值 也不比顾艳成差 关键是 他现在都亮明身份了 还帮你这么大忙 百明就是对你有所图谋啊 哎 你可别乱说啊 我跟白冰呢 就是普通朋友 没有别的关系 懂吗 哦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已经认定顾艳成了呗 快点闭上你这张八卦的嘴 这包啊 还挺好吃的 哦 来来来 今天一定要敞开肚子吃 把美味三百八十块的量 吃回来 嗯 都让我请你吃饭了 就来这种地方啊 老板 拜托你从天上下来接接地气好不好 感受一下我们平民的消费水平 三百八十块 那都够我买一周的菜了 只有在这种地方 我跟慧心才好意思敞开肚子吃啊 你不是吧 嗯 行了 吃吧 那我开动啦 嗯 老板 你怎么只吃鱼不吃虾呀 我们拿了这么多虾 你不吃虾的话 我们根本吃不完的 嗯 不过虾太麻烦了 给你 他已经掩饰不住对我的喜欢了吗 有人在场 也不管不顾了 老板 你盯着这个虾看这么久 我都不敢把它放到你盘子里了 你放心吧 我剥得很干净的 你好好吃吧 嗯 挺干净的 哎呀 天生也没见你这么贤惠过 我也嫌麻烦 你也给我剥一支杯 好啊 哎 啊 今天是老板请客买 所以一定要把老板喂饱的 今天这顿饭要是你买单的话 别说这只虾了 这一盘下 我全都给你剥了 哎呀 看来下周回去 我得跟寻叔叔好好够你的状了 你敢 对对对 你们回哪儿 下周不是小长假吗 我跟慧欣准备回我爸那块几天 顺便陪陪他 嗯 那你带我一起回去吧 你说什么 他说让你带他一起回去 哎呦 你们这快速啊 都要见家长了 你让我的心跳顶不下来 你让我的心跳顶不下来 公司正好放假 我也去猜猜心 不懂的是爱 想要每天的一秒 绝对不行 上次我跟你绯闻那个事我爸他 太明白 反正现在不行 现在绝对不行 不只是拥抱或是关怀 陪着你我才相信未来 穿过所有的阻碍 把一切抛开 你就是我的无可抵达 我来吧 来 嗯 谢谢啊 嗯 重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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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臭小子怎么还没来 哎你们顾总竟然没跟着 我还在猜他会不会来呢 他呀 你可别提了 他都磨叽我好几天了 全让我拒绝了 真的不能带我去吗 真的不行 真的不能带我一起回去吗 不能 不能 不行 真的不行 真的不能带你回家 老板 你就好好工作吧 你 不许再问了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真的不能带你去 谁说我要问这个的 早点回来 知道吗 他不懂 老荀最近还在因为我们之前绯闻的事情耿耿于怀 你说他现在去不是撞枪口什么了 嗯 也是 哎哎 来了来了 不好意思 让人太多了 你可终于来了 你这样以后上班怎么办呀 嗯 叫你管 哎对了 你实习那事怎么说了 已经面试过了 不过到现在还没有通知 那 你真不跟我们回去了啊 你这都已经回来了 到时候老荀知道又要骂你心里没他了 噓 我这次回来都没跟老荀说 你可千万不能给我说漏嘴了 行吧行吧 那你这两天好好帮我们看店啊 来吧老弟 给 好好看店啊 回来咱们今天俩好好谢谢你 嗯 记得把门锁好啊 嗯 记得给我加班飞去 臭小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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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玉轩不是跟你住在一块吗 他回他爸爸那儿了 哦 什么 你这是要去见家长啊 哦 我明白了 哎 原来是进入私春期了呀 你以为我像你一样啊 我这是为了雕刻 他不在 我没办法工作 好 您是为了雕刻 既春节又正经 行了吧 快闭嘴吧你 继续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嗯 嗯 来了来了 怎么又不带钥匙啊 淮冰 你怎么来了 我在这边投资渡亚区正好有工作 我 听慧心说 你快陪叔叔 我正好快拜访一下 哦 先进吧 先进吧 嗯 鞋子 没关系没关系 嗯 你工作这么忙还来拜访 挺不好意思的 我爸他应该去早市了 你随便坐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随便坐随便坐 好 快来 快来 这瓶子 快去到求你一下 快去吧 快去吧 快去到别了 老板 你一直在开我 不过去了 你怎么都放不开我 体会来 走 这怎么回事儿啊 进来吧 先进来吧 我们采风 这艳城的雕刻需要灵感嘛 送别的雕刻是哪行啊 我就带她出去随便这儿来 我们就是顺便过来看看 既然你家 已经有客人了 也不多我们两个人 不行不行你赶紧走你不能在 你带她走走 为什么她能我不能 你还不明白吗 你在我爸心里是有案底的 万一等会儿老熊回来看见你怎么办 走走 我不我就不 为什么她可以在我就不能 你不能在这儿 爸 你们怎么来了 那白冰怎么来了 她见我朋友圈发了个雨萱回家的照片 就问我 我就告诉她了 没想到她真的来了 谁知道你们也来凑热闹 我 现在可怎么办啊 是啊 老大可怎么办呢 雨萱 爸 你也不介绍介绍两位客人 哦 这位呢 是故事集团的总裁 顾雁城先生 这位呢 是故事集团的合作伙伴 也是我的好朋友白冰先生 你就是白冰啊 会心说过你 你啊 给他们花店放了大忙了是不是 谢谢你啊 叔叔不用谢我 小事而已 哎 哎 这你们年轻人就不懂了 小事之人品细节见人心嘛 嘿嘿嘿 哎呀 胡老板 我也知道你啊 我们小门小户家出来的闺女能上花边新闻 那是托你的福啊 啊 叔叔 这是个误会 那误会什么呀 误会我们家女儿是你的新欢呢 还是你对我女儿动手动脚这件事 哎呀爸 这事情都过去多久了 当时顾总只是扶了我一下 是媒体乱写的 而且我现在是他的助理 这件事情早就已经成亲了 这能成亲吗 啊 我现在出去和老哥们喝酒 都在问我呢 哎呀你们家女婿什么时候 和这个富豪女婿上门啊 哎呀老脸都丢尽了呀 你干嘛你别乱说了 你当初不是野生气吗 怎么现在替他说话 我现在是他的助理 助理你懂吗 他是我老板 你给他点面子好不好 来这都是客 你好好招待一下吧 你什么时候在他手底下干活的呀 很久了 我知道了 我尽力 不是尽力是一定要 要不然今天中午 不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红烧鱼 这什么话 就一盘红烧鱼 红烧鱼啊 我知道 嗯 嗯 嗯 郭总啊 嗯 刚才那话 严重了啊 嘿嘿 向你表示道歉 哈哈哈哈 啊 我会 叔叔 那 既然两位贵客来了 那中午一起吃饭吧 好呀 哎 那你们就先聊一会儿 我跟灰心去做饭 灰心 灰心出来帮忙了 哎 来了来了 哎 少姐 你要不也留在这陪他们聊会儿天吧 嗯 我 我觉得咱俩刚才特别有共同话题 哎 我手艺特别好 要不然我给你俩打个下手 啊 走 行吧 那走吧 行 那你们先聊着啊 好好聊 爸 你跟着好好聊啊 嗯 郭老板 那咱们不做啊 啊 好 叔叔 我看你刚才被这钓杆带回来 你喜欢钓鱼吧 嘿嘿嘿 我也喜欢 哎呀 真没想到啊 外边啊 你怎么这兴趣还好跟我这老头子一样了 我也喜欢钓鱼 哎 哎呀 我告诉你啊 我兴趣还好可广泛了 你们两个既然来了 那我一定得显摆显摆 啊 嘿 走走走 嘿嘿嘿嘿 白兵啊 随便看 我呢 钓鱼 象棋 现在有空啊 也去棋外市 嘿 摸两把 嘿嘿嘿嘿 最新啊 学的这国话挺好 你看 买了文房四宝 学过话呢 那还是只巧了 这些我还都会 啊 大概我的心里连连啊 是个老头子吧 哎呦 这好这好 那个 顾老板 你什么兴趣还好啊 呃 雕刻 那不是你本职工作吗 我说的是业员啊 啊 收藏 高尔夫 潜水 哎呦 都是老花钱的呀 嘿嘿嘿 嘿嘿 白兵啊 你心老 我真老 看来啊 还是我们俩好做朋友啊 哈哈 那可收好啊 叔叔 我以后常来陪您钓鱼下棋打牌 你可比些我爱演啊 那好啊 我最近啊 正在练齐白石那个虾 哎 画一个给你看看啊 嗯 怎么样 我觉得笔触可以再清一些 挺懂行的啊 哈哈 嗯 这再来一个是吧 对 哦 这后你真是懂行啊 可以再画些水草之类的 嗯嗯嗯嗯 哎 没劲 还以为会吓你一跳呢 你一个人坐在这干嘛 没跟他们去聊天啊 叔叔喜欢的东西 我都不会 那有什么的 他喜欢的很多东西我也不会啊 你不会是因为这个在生闷气吧 我没有生气 我只是怕叔叔会更不喜欢我 我喜欢你不就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没说什么 你没听见就算了 好话不说二遍 你快洗手吧 准备吃饭了 你让我的心跳顶不下来 我不懂这是爱 想要每分每秒 来来来 动筷子动筷子啊 哎呦尝尝尝尝尝 哎 今天这么多人陪我老头子吃饭 那得喝两杯啊 是吧 白贝啊 嘿嘿 我再拿酒 不行 他们还要开车回去呢不能喝酒 喝醉了就住这儿嘛 哪有那么多房间要他们住啊 反正不许喝 你也不许喝 行行行 吃菜吃菜吃饭啊 对了 我才想起来 我本来只是想邀请大家 去附近我投资多家去玩的 但里面朝大海风景很好 最近正好在市运营期间 人不多 关键是 那还有我珍藏极的红酒 如果要不先忍忍 晚上咱们再喝个一醉方休 直接住过去就好 珍藏的呀 那好啊 可今天也不能忍 必须一醉方休 你别管啊 我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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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不是喜欢潜水吗 度假区正好也有潜水的项目 顾总来播试试 正好提起建议 好啊 毕竟 我也投资了很多项目 哎呀 那 你干嘛呀 没带 什么没带 友谊呀 都要去潜水了 放心 度假区有卖的 同心买就好了 雨萱 咱们试试比基尼怎么样啊 我不穿 就您这身材 穿着比基尼也没什么看头 是啊 您这位花花公子见多识广 哪能入您的法眼 不过啊 可您也别瞧不起人 最好今天下午啊 都蒙着眼 别让我给你晒瞎了 哼 哎 灰心啊 什么神仙啊 当然叔叔的好酒啊 嘿嘿嘿 你这小子师父啊 你看看 看看 纯凉原浆酒 哎 那就先给你满上 嘿嘿嘿 老大 嗯 来 白冰 来 哎 叔叔 嘿嘿嘿 那自个儿到 少喝一点 来来来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嗯 啊 来来来 吃菜吃菜吃菜啊 嗯 哇 这款式还挺多 啊 哎 雨萱 嗯 你觉得哪件好看呀 我觉得 都还可以 你喜欢哪件啊 嗯 这件怎么样 这件啊 好看是好看 但是不是有点 太暴露了 这好 身材 能藏着掖着呢 哎呀 我觉得 不太适合我 行 那我就选这件了 那我先去试试 好 快点啊 嗯等你 嗯 好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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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不是有点太保守了 这件好像也还可以吗 这个不适合你 你干什么要吓我一跳 神出鬼没的 再说这个怎么不适合我了 我觉得我的身材也还可以吗 穿那个 那个适合你 这个 会不会有点 太保守了 你还不相信我的眼光 相信相信 那就这件了 白总 我说少大公子啊 再看下去 这眼睛都要掉出来了吧 不是说我这身材 没什么看头吗 我可没说你穿的好看啊 我是说你穿的多余 你说你怎么还加一外套啊你 我这还不是为某人的眼睛着想 总不能让你到海边 还蒙着眼吧 雨萱呢 她还没出来吗 是不是 不好看啊 很好看 嗯 不错不错 适合你先女风啊 这不像某人 这明明他就不性感 还硬有凹躁起来 反正也不是为你性感 果然老板说的没错 你们都觉得好看 那我就放心了 这我老大挑的 嗯 我怎么不知道 你喜欢这种可爱的 风格不重要 那什么重要 布料多 布料 哦 原来是不想让我们看呀 防火防盗 防你这个花花公子 嘿 雨萱 我们走 嗯 爸 嗯嗯嗯嗯嗯 你怎么又喝香了 嘿嘿嘿 我不就为这来的吗 有这么好的酒 别管我 嗯 嗯嗯 白鞭 还不带这么玩去 雨萱 你说什么高兴高兴吧 我们打排球 都安排好了 儿子你去啊 那说好了 最后一瓶不许多喝 嗯 哎呀 怎么这么好的酒 嗯 嗯 那我们走吧 走吧 打牌球去喽 这牌球我也不太会啊 要不然 我给你们当裁判 你们自有分组吧 我们两一组 好吧 游戏开始 雨轩加油 雨轩加油 哦 怎么 我怀疑我帮队员放水 请车更换队员 我看也是 就他的人品难以让人相信啊 那就 我不同意 难道顾总是怕 不放水就赢不了我吗 怎么可能 既然这样 那就交换队员 重新开始 老板对不起 怎么这么不在一起 怎么这么不在一起 我真的不在一起 我不说 不在一起 或者这个 怎么那么不脑 咱就不会 什么 都不在一起 找什么 那 就会 是 那么 什么 我们不是在那双人排球吗 他们是不记得贵姓吗 哎你怎么离老板也放水啊 这哪是我放水呀 看不出来吗 这叫嫉妒中的男人失去了力气 这才看我可当不了了 我还可以去游泳 谁出谁赢还是你定吧 啊 那个 我看 这也没有我什么事了 我也游泳去了啊 啊 多么奇怪 你让我的心跳停不下来 我不懂这是爱 想要每分每秒有你在爱 怎么样 我赢了 你觉得呢 哪有像你们这样打排球的 早就把下班气跑了 不早了 我去看一下晚餐 还有这种情况的安排 谢谢你啊白鞭 继续麻烦你了 怎么会 我开心还来不及呢 白鞭真是个好人 你说他 那么大老板还没什么架子 难得 是吗 老板 你更好 更难得 怎么好 怎么难得了 哪都更好 哪都更难得 而且无论是相貌 还是气质 都是独一无二 很好 走吧 陪你独一无二的老板 散散步吧 嗯 白总 这是今天的菜单 你过目一下 好 可以 吃饱吧 是 是大海的味道 这都能闻到 哎 果然是独一无二的钢铁之男 丝毫不解风情 你不离 你是唯一光源 凑不及防 我一眼已经沦陷 再近一点 再近一点 让玫瑰卷 脸上指尖 刹那间呼吸 蔓延 你是否也听见 预言 唤醒 尘封的思念 Folding my love Folding my heart 月色越未免 撩动几分新鲜 你相信吗 在古老的故事中 我们约定过永远 Holding my hand I want you be mine 失散了光年 我们也注定会遇见 你知道吗 海罗其实是会唱歌的 在世终点 我心甘情愿 这个 就送给你了 以后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可以把海罗 放在耳朵旁边 听听大海的声音 这样 心情也会开阔很多 Folding my love Folding my heart 月色越未免 撩动几分新鲜 你伤心吗 在古老的故事中 我们 我一直 快 快来帮忙 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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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了 他应该是脚抽筋了 溺水了 灰心 对不起 我这也是没办法了 本来就像试试你 对你有所改观的 没想到本至少 还是个花花公子 你也不用这么着急 给我做人工呼吸吧 对了 刚是我先上岸的 按照说好的 你欠我一顿饭 雨萱 刚游的我都快饿死了 咱们去吃饭吧 走 那你说这现实 果然不比偶像剧 是吧老单 我该 放车里去 这怎么都这么没良心呢 老轩 你不是答应我只喝一瓶吗 怎么回事啊 谁答应你只喝一瓶了 你中午啊 嗯 不是 一瓶 两瓶 三瓶吧 哎呀你气死我了 今天晚饭 你一口酒都不许喝 听到了没 走了 吃饭去 我 绝对 不喝 红酒 喝白的 哎呦 叔叔 你看我女儿多好啊 还会心疼她爸 她从小就没妈了 本来应该我照顾她呢 那时候我开出租 我忙啊 还得让她照顾我 照顾这个家 你也不错啊 你也会照顾人 手给我 哎 白兵 我女儿就交给你了啊 爸 我说什么呢 你看清楚人才说话好不好啊 他谁啊 顾炎成我老板 对不起啊 我爸喝酒喝多了就喜欢胡乱说 没事 反正叔叔这样也不能吃饭了 我们先送他回酒店吧 好 白兵啊 你别提白兵 不许喝 叔叔走吧 一口都不许喝 别说了 你少喝两口 这种照片可以 到时候可以发微博 喂 惠星姐 茶岗时间到 有没有给姐姐乖乖看电啊 你就放心吧 我到现在都还没走呢 到时候啊 你可得给我双倍的加班费 没问题 不过啊 你要多靠你那张脸 给姐姐们卖花 好好好 知道了 喂 您好 您好 请问是姚远吗 啊 我是 请问您是 哦 我是TB杂志社的HR 你已经通过了本公司的面试 请问您前后什么时候方便入职呀 随时可以 哦 那你周一十点来办理一下入职手续 录取通知呢 我随后发到你的邮箱里啊 好 没问题 不行 我要去买这新衣服 老板 这花多少钱 本店今天有大喜事 关门前最后一单 给你大优惠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再帮你报一下 好 好的 来 放个杯 干杯 哎 我跟你们说 我看人啊 特别准 尤其是看一个人 对待感情的专一程度 得了吧 您可别在这儿忽悠人了 快吃啊 吃 你不姓雨萱 你不姓雨萱 我们几个朋友聊天 都说我说的特别的准 你问谁 有兴趣试一试 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 当时大家都表示赞同 那我先来试试 那我先来试试 白总果然坦然 嗯 我觉得 白总一看 就是一个很长情的人 就是那种一生 只爱一个人的那种 还真是被你说中了 是吧 哼 这可是我的天赋 那你觉得我呢 刚好替我们家雨萱 试探试探这个故作 我冒昧地问你个问题 你之前 是不是有过一段恋情 没有 没有 我敢保证啊 我老大 就只拉过两个女人的手 没两个 一个亲妈一个沐雨 你说的没说一样 我呢 我还没女朋友呢 要不 你开什么玩笑 全是脸桃花 赶紧吃饭吧你 顾言成 若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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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Uran 你 我 好 为了 若曦 鸟 若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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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再爱一遍 只是不要又哭话了说 若曦是谁 难道 顾炎成心里真的有别的女人 可惜剧情多么好看 始终没有安排她的爱恋 总人是旁观者 也害怕爱而不得 老大怎么还没来 哎 小小女 老大怎么还没下来呢 她刚起床 我们先走了你自己等她吧 海边 你走吧 好 叔叔 这边 什么情况啊 啊 老大 你一大早干嘛热小小女生气啊 我怎么惹她生气了 那她怎么把我们两个人丢下了 肯定是因为你齐晚了 快走吧 大家说好了一起去海边的 嗯 啊 她最美的不是永远 而是当下 你喜欢她 她喜欢你 这不就够了 可她好像从来都没有说过喜欢我 她只说 让我留在她身边 这很正常吧 男人嘛 总会羞羽说一些爱呀 爱呀 喜欢呀 你就别多想 除非 你对这份感情 真的存在疑虑 这样的话 你倒是可以多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 这找男朋友呢 就跟吃榴莲一样 尝了 才知道自己到底爱不爱吃 不能一开始就拒绝 也许尝了之后你就会发现 真像 嗯 你说什么呢 你小声点 这要是让白冰听见 以后做朋友都尴尬 我说羞羽旋 你果然是个感情白痴 等到你看不出来 咱跟看你的眼神 都有一些不一样 看不出来 小仙女 哎 哎 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们的 我已经教育过老大了 这汤汤大老板怎么能起碗了呢 生气了 没想到会睡过头 下次不会了 不要误会 老板的时间由老板做出 我怎么会生老板的气呢 这一大早就让我出来看太阳 我久还没醒呢 晒 看来这小仙女气得不轻啊 我已经尽力了 你自己的女人 你自己看着办吧 今天的项目呢 主要是海钓跟福钱 我跟叔叔肯定是去钓鱼了 你们可以自由选择 要么跟我们 要么跟顾总去潜水 我当然是跟着老大了 我也选潜水 我还没尝试过呢 跟着专业的顾总比较放心 我也是有潜水证的专业人士 嘻 你真少婆卖瓜 雨萱 我们也一起潜水吧 我就不去了 我还是跟着白冰 还有我们家老兄去钓鱼吧 哈哈哈哈 那我们出发 好嘞 行 出发 潜水去 潜水去喽 白冰啊 你穿着咱们雨圈啊 好 走吧 嗯 拜拜大会见 拜拜一会见 走吧 我们先去换装备吧 大海啊 哎你慢点啊 全市了 慢点啊 哎呀菜要帅 哎呀菜要帅 白冰啊 你陪着我这个造老头子干什么 去和雨萱说说话 我替你看着干 好的叔叔 来 雨萱 你怎么了 这可不像我平时认识的寻雨萱啊 你怎么了 那 你平时认识的我是什么样的 温柔 善良 体贴有毅力 能想他人之所想 温柔 你也太会说话了 我呢 只要不给别人添麻烦 就已经足够开心了 你的朋友呢 倒是很乐意替你解决麻烦 说说吧 为什么不开心啊 白冰 你当了孤雁成五年的助理 你知不知道 他有什么喜欢的女人 喜欢的 女人 嗯 好像叫什么 若曦的 你知道吗 这些私生活的问题 你问少姐不是更直接吗 少姐肯定不会跟我说实话的 我就随便问问 你要不知道就算了 你跟我来 故事雕塑啊 已经流传前年 当年故事有三个儿子 小儿子啊 叫顾絮 天夫异禀 在他压压学语的时候啊 就会拿着雕刻工具啊 玩 而他刻出了那些 花草 蟲鸟 人物栩栩如生 在他十五岁那年 他偶然的得到了一幅 仙女藤天图 仙女藤天图 说来也快 那个画纸啊 特别坚韧 浴火不损 还千年不换 好像不是当年之物 但确实是千年以前的东西了 顾絮啊 用汉白玉雕刻出了图中的仙女 那仙女啊 可是静妙绝伦 栩栩如生 看着那个仙女啊 就像随时要腾天而起的样子 这尊雕塑一出啊 我们故事雕刻 就生命远扬 流传千年 至今为变 于是 这尊雕塑 就成了我们故事家族的 川家之宝 也只有我们故事的子孙 才能以得见 雨萱 难道不奇怪 顾老爷子为什么要 非心扮留在故事吗 小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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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 这幅图和我 有什么关系吗 雨萱 这个我就无能为力了 需要你亲自去了解 不过你记住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站在你这边 我这第一次潜水真是太惊险了 中途洋气管差点被我拽掉 幸好不能帮我弄好了 我看你啊 是命中跟大海相克吧 以后最好还是少下海吧 呸呸呸呸呸呸 你这个乌鸦嘴 你信不信 我先把你推下去 好好好 我闭嘴 我错了啊 我错了 哼 没句好话 顾总玩的可还尽兴 以顾总的专业眼光 不知对我们潜水设施评价如何 有待提高 那以后常来玩 好 下次一起来潜水吧 下次再说吧 小仙女 你不是害怕了吧 我跟你说老大在没事的啊 少姐 啊 为什么你总是叫我小仙女啊 因为 因为你长得美啊 嗯 这样啊 怎么夸她美还不高兴啊 你以为谁都算你这样 我回来了 吃饭了 白冰 吃饭 走吧 灰心 叔叔再见了 我们下次再来看你 嘿嘿嘿 爸你回去吧 不用送了 我真多住一天了 说好明天走了嘛 啊 行了 你就别装了 其实你心里巴不得我走呢 这样就没有人能管你了 你啊 是一点不给你把面子呀 嗯 嗯 顾总啊 你呢 现在是我们家雨萱的领导 我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她 一个女孩子在外面闯的不容易 放心吧叔叔 我一定 行了爸 别说了 我一个人可以照顾好自己的 嗯 我还要先送慧心 跟你们不顺路 就先走了 哎 走了吧 嗯 叔叔再见 哎 再见啊 叔叔再见 哎哎哎哎哎 叔叔小心啊 哎 你这回去好好哄哄吧 他现在太不像小仙愿 像个小冤妇 打你电话怎么又不接 打你电话怎么又不接 你怎么来了 你不接我电话 我就去你公司找你 但是没人知道你在哪 我就猜 你又在这儿 给你 吃了这个心情就变甜了 猜猜我是谁 沐宇别闹了 我被你猜到了 真没劲儿 看过去 你说怎么了 你妈又因为你没考赢我哥 打你了 你是不是傻 你怎么不反抗 她是我妈 你妈又怎样 那也不能打人 这是虐待 没事儿 习惯了 不疼 你不疼 我看着心疼 好点了吗 好多了 真的 真的 拿着 心情不好的时候 吃了这个 心情就变甜了 对不起 为什么说对不起啊 绑架的事 是我妈做的 为了威胁你哥 放弃于园林的项目 哎 就这个事儿 不用说对不起 我还得谢谢他呢 如果不是因为他 你都不肯见我 沐原 我们真的不要再见面了 这样对你 对我 都好 到底为什么 就因为我姓顾 你姓魏吗 就因为我们两家是对立关系 我对你的喜欢 这是错的吗 错的不是你 是我 我一开始 就不应该出现在你身边 难道我们不能回到小时候那样吗 难道我们不能回到小时候那样吗 时间就跟着江水一样 永远不会到的 孟月 你不要把时间再浪费在我身上了 你值得更好的人 我不会再来这儿了 你也不要来了 魏浩东 徐雨萱 雨萱 雨萱找我什么事儿 你眼睛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照着 不 我这是刚接的信息 熟悉这本呢 太感人了 看哭了 好敬业呀 你知道我来什么事儿 对了 你们家是不是有一个传家宝 是照着仙女藤天图雕刻的 你知道了 你知道了 我哥告诉你了 那个雕塑长什么样子呀 我好奇 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这个 你怎么不让我哥带你去看啊 不是说只有故事子孙才能看的吗 我不好意思更加开口 啊 确实不好开口 你这一开口 有我哥那刻板性格 得先把你整进族谱再说 说什么呢 我是觉得你哥是老板不好快的规矩 你到底能不能带我去看 你要是不能带我去看就算了 那我走了啊 我走了啊 我真走了啊 哎哎哎 别呢 上次你救我 我还没谢谢你呢 嗯 我带你去看 再说了 进族谱这事 你是迟早的 你怎么这么确定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怎么这么像我 是不是很神奇 当初我也没想到 既然真的有跟小仙女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你可不知道 这仙女 简直是我哥的 慕斯女神 她从小 就是因为这仙女 才学习雕刻的 没想到现在 你又出现了 你一定是仙女下凡 上天派来救我哥的 救你哥 对啊 你不知道吗 我哥车祸后 就不能雕刻了 可是听少姐说 自从遇见了你 她又能握起磕刀了 小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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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教你小仙女也没错 你简就是我哥的第二个谬斯女神 原来 你人 你不是说要帮我恢复雕刻吗 你不在我怎么回复啊 顾炎成 原来都不是你的表白 原来你不是喜欢我 只是需要我而已 你要去哪儿 回家 为什么 为什么 顾总 你就这么舍不得我走吗 那我倒是要问问你 为什么非要让我住在这儿 不是说好了 杜管家回来之前 你都得在这儿吗 对不起 是我惹你生气了 别走好吗 为什么呀 为什么偏偏得是我呀 顾炎成 让我来帮你说实话吧 你让我留在这儿 是因为我和藤天土里的仙女 长得一样 因为我的存在能让你 重新雕刻 是不是 看来我是说中了 对不起顾炎成 我不想傻傻地当你的 什么工具人 我不停在陪着你了 先女唐天土的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你也不是什么工具人 那是怎样呢 难道你要告诉我 你跟顾炎也把我留在这里 不是因为那张图吗 不是因为我跟那张图里的女人 长得一模一样吗 是因为你们长得很像 可绝对不是因为利用你 而是因为 故事的祖训 故事的祖训 对 故事的祖训 让我们找到这话中人 并且守护她 顾炎成 我是寻雨轩 我不是什么话中人 我不需要你的守护 顾总 我现在正式地向你提出离职 明天我就去办理交接手续 现在请你出去保管 收拾东西了 给这里 对 拍摄 好 好 好 把你alo 就不过 不是 上车吧 这不好打车 不用了 谢谢 我送你吧 这样我也放心些 老天都不帮我 上车吧 不 谢谢顾走 晚安 许许许 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回来了 嗯 对了 我告诉你好消息 我面试过了 面试入职 挺好的 加油 我先去睡了 喂 你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不对啊 平时都对他欺负别人 这里暂时是你的工位 我是编辑赵琳 实习期间由我来带你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问我 请多关照 放心吧 我会好好关照你的 嗯 那照片 我现在有什么工作需要我做 或者有什么东西可以拍的吗 咱们杂志社马上就要周年庆了 这是嘉宾名单 你呢就按照名单 帮忙把邀请函都填了吧 可是我的工作不是摄影师吗 你是实习生 哪能一上来就做重要的活儿 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知道吧 哀怜 哀怜 我见你给刚来的实习生 安排写邀请函去了 你可太厉害了 不然呢 我留学回来 可不是要给那位大小姐 做这些小活的 哎 她怎么不让行政部的人去行 人家大小姐说了 行政部人少 负责周年庆活动啊 已经饱和了 而且咱们邀请的人啊 都是有头有脸的 交给他们怕有纰漏 最后还来了一句 什么手写的更有诚意 要有诚意的话 她怎么不自己来 人家毕竟是 TB集团的千金公主嘛 她真以为自己有能力呢 要不是有个 掌控TB集团的老爸 谁理她呢 是吗 恭喜你 被开了 去人事不领补偿吧 为什么永远看不到我的努力 为什么 林总 林总 你是谁 林总你好 我是公司的实际生 我有事找你 你是公司的员工 对 我是公司的实际摄影师 我叫姚远 我警告你 刚才看到的事情 都不许说出去 一旦被我发现有人议论 你就立马却不该走人 林总放心 说吧 什么事 刚才听林总的豪言壮志 很是佩服 既然林总 您把带我的人给开了 那您能不能直接带我这个实际生 我好跟您学习学习 你倒是个挺会把握实际的人 林总您过奖了 所以您的答复是 好 成交 这次周年庆 你就给我当助手吧 谢谢林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了 他现在应该不想见我 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一时说不清楚 让我自己想想 公司的事情你先帮我处理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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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偏偏非得是我呢 顾雁城 顾雁城 我来帮你说实话吧 你让我在你身边是因为我和藤天图的仙女长得一样 因为我的存在能让你重新雕刻 是不是 我和你身边是什么事了 我那么你不想是没有名字 我会让你肯定到我所有情罪 是什么事了 你自己 Distrait明镜与点栏目 我现在看到我 你可否就演你 我现在让你不想想呢 你不想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唯有你 You are my only one 因为有你 一切忽然有意 春秋冬夏日暮雨朝夕 唐过荒芜的河 冥冥之中的你我 那是模糊的爱意间间 徐雨萱 啊 有你这么喷花的吗 你再这么喷这花就被你喷死了 对不起啊 惠心 我不是故意的 嗯 惠心 嗯 我觉得我已经要病入高荒了 你怎么了 你哪不舒服吗 你跟我说 哪不舒服 雨萱 你就别再想那孤雁城了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 走吧 你的芳草现在在外面等你呢 走走走 你们啊就好好聊 我就不打扰了 拜拜 你一直都是我听说了 你现在还好吗 我还好 不就是一份工作吗 我可以再找的 是啊 我认识的徐雨萱呢 是战务不胜的 不过在我面前 就不用逞强笑说的好 外边 我真的没有交错你这个朋友 你是专门来安慰我的吗 你对了一半 我是专程来邀请你 当我今晚的午饭的 午饭 嗯 你一直在大花店啊 惠心也担心你 不如跟我去舞会 思想三心 怎么样 我跟你去 不合适吧 合适 怎么不合适了 快去吧 你再在这儿 这花都被你活海光了 你要怕不自在 贵心可以跟我们一起 真的啊 你能去啊 雨萱 你去嘛去嘛 我也想试试礼服 我见见世面 去嘛 好啦 一起去吧 嗯 欢迎某林 这边请 这边请 吧 走吧 你 你 你 我 你 幸福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说你找我 我个灰心都已经准备好了 可以随时出发 我有样东西 想送给你 什么 我想把它送你 想很久了 这个看上去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的 雨萱 我知道你只把我当朋友 可我不是 这只簪子并不贵重 只代表我的心意 因为从我买它那颗起 就只想送给你 白冰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我就更不能收了 像时光里寻觅 复刻着的回忆 却无法回到我去 雨萱 你不要这么急地拒绝我 是别人的背后期 能和你说这些话 我等待了很久 我不要你马上就给我回复 我希望 你可以慢慢地考虑 好吗 走歇了转 忘了一切 不是不想再爱一遍 我可以等她 只是不要又哭花了双眼 旁观这是期待的陪倦 我可以等她 我可以等她 顾总是在等我们吗 女士们可不能受量 我们先上去了 慧心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有些人啊就爱玩弄别人的感情 可惜啊我们雨萱人美心善 有些人喜欢 哎我跟你们不熟 说太多了 走了 啊 什么情况老大 什么 这 各位来宾 欢迎大家来到TB杂志社周年庆 TB杂志 TB杂志能在一年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离不开广大读者的支持 更离不开在座的各位 对我们的帮助 希望未来的一年也能有你们的陪伴 TB也会做出更多更好的杂志来陪伴你们 感谢大家可以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周年庆 谢谢你们我的朋友们 酒会正式开始 大家随意吃喝 一会儿要尽兴跳舞哦 跟我走 你干什么放开我 你到底要干什么 给我几分钟我有话跟你说 不好意思先适配一下好大的明明亮 少吃点吧会胖的 我吃我的胖我的关你什么事啊 关键是这酒会上的东西不好吃 说起这个你好像还欠我顿饭吧 要不然你现在请我啊 好啊我现在请你走吗 走就走不宰你一顿啊 事不为人走 远程你到底要干嘛 你这么一直盯着我看干嘛 怪吓人的 怪吓人的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你喜欢我对不对 你现在问这个干嘛 因为我也喜欢你 你说什么 我承认 之前仙女腾天图的事情隐瞒了你 一开始让你住进我家 的确是为了雕刻 可跟你朝夕相处的这段时间 我才清楚地明白 我已经爱上你了 替一个人 你别偷的爱有人 你笑还我 我心敢情愿 好这个爱人 获迤 vegetables 好这个爱人 我心肯情愿 可以ים 我永远 薛玉轩 这不是你梦寐以求的吗 快答应他答应他 薛玉轩冷静冷静 你忘了惨痛的教训了吗 不能就这么沦陷了 你要理智的做出决定 答应他 冷静冷静 答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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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 我现在没有办法正常思考 等我想好了以后 我再给你答复 对不起 应该是 我也喜欢你了 我喜欢你那么多年 我那么优秀 为什么你会喜欢别人 为什么你不喜欢我 林总 怎么又是你 每次我狼狈的样子都被你看 嗯 三杯通大道 一醉解千愁 我爸说过呀 没有什么事情是喝酒解决不了的 今天应该是你开心的日子 我们一起喝三杯 把所有不开心的事情全都忘记好吧 我再相信未来 穿过所有的阻碍 把一切抛开 你就是我的无可替代 你的到来 点缀我梦的黑白 带给我期待 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 我这到底撞的是什么桃花院 要么一个桃花都不来 要么来两个都莫名其妙跟我表白 老天要不要这么玩我啊 雨萱 你没事吧 是不舒服吗 需要我帮忙吗 没关系 他们又不会把我吃了 我还是要勇敢面对 seventeen 就料 Jin 给 IP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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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你没事吧 我很好啊 我能有什么事 灰心呢 她说有事就先走了 这叫灰心 轩雨轩小姐 你愿意跟我跳支舞吗 不好意思 她今晚只能跟我跳舞 第一次我遇见你 美丽的脸孔 眼神中 有种梅惑从空闪烁 可以给我答复了吗 喜欢想你 那天真帅气的笑容 情到中 路用却才都能感受 随雨轩 没关系 放松 没关系的 你是最美的 唯一的人间的一生 你是最浪漫 伤枉的人间的灵伤 太温柔的胸脏 传音的芳芳 你是最美的 雨轩 雨轩 你